第29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 昨晚在临港演艺中心举办 最终电视剧繁花获得分量最重的最佳中国电视剧奖 还包揽了最佳男主角 最佳改编剧本编剧 最佳摄影 最佳美术等四尊奖杯 成为昨晚的最大赢家 繁花 恭喜繁花 我们请繁花剧组今天在座的所有的成员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欢迎 评委会认为 繁花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繁华与沧桑 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透露信心 艺术化地呈现出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创造精神 剧组主创一同上台 切下了繁花同款红宝石蛋糕 胡歌继八年前凭借狼牙榜 掌握最佳男主角后 今年再次问鼎白玉兰世帝 首先要感谢王家伟导演 她是繁花剧组的灵魂 她成就了剧组每一个工作人员 包括演员的成功 而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编剧的奖杯 则由不完美受害人剧组一并捧回 周迅是在洪高亮久而之后第二次封后 因为白玉兰是至高的奖项 作为演员来讲 是演艺生涯的肯定和鼓励 然后是很想得的 还是很想得的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